受连日强降雨影响 河南省新乡市木野区小株庄村 卢宝村被洪水淹没 大量群众被困 7月25日 位于小株庄村的香山医养院的8位老人 急需转运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7位老人卧床需插胃管 近流时 1位老人需定期做投机 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老人转运出去 但是我们这个商量以后发现 现在这个老人的情况非常复杂 因为他大概有近一半 有50个老人 都是那种需要用担架抬的这种老人 我们怎么样来保证老人转运的时候 转运的时候他不出问题 不会落水 不会给他造成其他的这种二次伤害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当天来自河南新乡 广东佛山 山东日照等多支民间救援力量 集聚在小株庄村外的共产主义大桥 从此处开始 进入村庄需乘坐橡皮艇 冲锋舟等船只百度 当天上午转运工作开始 一直到午饭时分 救援人员匆忙吃上一口周边村民送来的饭 随即又扎进了营救行动中 历经四个小时 转运任务最终顺利结束 转移任务是圆满完成 但是我们后续还要 还要往这个养老院送医疗物品 送食物 能让老人吃上热乎饭 所以说这一刻 都是这一次的救援任务 我会铭记一辈子的 今天看到救出来每一位老人 我心里感觉特别的安心 他们能得到这样的去救治 去马上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其实心里很踏实这样子 据介绍除去当天转运出的八位老人外 其他老人暂时仍安排在养老院居住 而由各界救援力量送来的生活物资 目前可保障老人们的日常饮食 现在这个水和食物 现在是非常充足 现在的话 这个药品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 已经陆续开始到了 包括一些这个预防这种 这个传染病的一些消杀物品 现在都已经到了 其他的话 今天还有一批老人用的这种护理店 这种尿片都会到 基本上的话 我们这边的物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 此次河南暴雨发生以来 养老院院长卫宣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虽然当天的转运工作顺利结束 但想起几天前的场景 他说直到现在还在后怕 22日17时40分 新乡共产主义区洪水 漫溢进入渭河 洪水顺渭河下泻 香山一养院院内的水位直线上升 本来是我们院子里边往外排的水 开始往这个院子里边开始倒灌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然后赶紧就把我们一楼 这个所有的老人全部就是 疏散到二楼 当时可能一楼这个完全这种 卧床的老人有20多个 全部是靠我们用这个单架 这种肩抗手台 我们这个大概有四五个男同志 都是这样 等老人全部转运完毕以后 大概可能已经是 把他们都安顿好以后 已经是晚上12点了 从前几天的巨大压力 到现在紧崩的闲逐渐放松下来 在谈到各界救援力量 持续涌进这家养老院时 这位36岁的院长 眼泪夺眶而出 因为一开始 我们这个救援道路还没有打通 大家都是在这摸索 救援船可能也不敢贸然进来 都是我自己游泳出去的 可能当时这个压力有点大 当时可能是有点 但是后来在我们这个 我看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 真的话说实话 给我们很感动 也给我很大力量 我说这个人家不远 几千里来帮助我们 我这个人家不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